其實是我弟弟 我說我不敢跟媽媽講 那所以你跟我去見醫生好不好 我就把我弟弟帶進去 然後我弟弟一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整個臉都拉下來 他嚇死了 他就說姐姐沒關係 我在旁邊守護你 結果我一開刀 好像開了四個小時推出來 醫生說趕快把他叫醒 媽媽說要太久了 就跟他叫醒 我弟一直叫 他說叫很久叫不行 然後我媽媽是聽到人家說 女兒開刀了你還沒出現 等我媽跑到醫院的時候 一看到我叫我醫生 阿花 我就醒來了 聽到媽媽的聲音就醒來了 就是那種母女連心 所以你還記得那時候 開完刀之後的狀況嗎 你傷口很…應該很痛吧 傷口還好 因為它有給我止痛的 然後他說如果痛的話 壓一下這樣子 醫生就叫我聲音出聲音看看 可是出來的聲音是 有點斷斷續續的 他說… 閉嘴的那種聲音 對 他說聲音還可以 不過沒有共鳴 對… 然後他就說 那你就含一些冰淇淋 讓它不要發炎 為什麼消腫不要含 對… 好 所以現在那個疤還在嗎 還在 它是有點沾黏 就一吞它就沾黏 一吞它會動 對 不過其他護士都開到後面 然後他說為什麼只有開這樣子 他說醫生不公平 看有項鍊的對不對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他其實大學一畢業當空姐 第二年等於24歲的時候 他就發現甲狀腺癌 但是我想應該跟紀瑋是不同的 好 那它的項鍊很大條 是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我是還留20%的甲狀腺 但是現在就… 我沒有再吃藥了 可是激素不夠我用了 但是還好 都有在調養 是 好 所以現在的手術跟當時 已經經過幾年了 很多年了耶 我現在幾歲啊 看起來還像是25歲以外 25歲 所以已經經過一段時間 現在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癌症的技術有更進一步了嗎 其實現在手術都很進步了 那事實上其實開甲狀腺 第一個就是看他第一個 他看了之後 他決定醫師要決定全開 全切掉 或是半切掉 那要怎麼評估啊 醫師會從超音波去看 大概這個腫瘤大小 還有醫師他判斷 他會在抽缺血 是不是看有沒有轉移等等 才做一個是否要全切除 或是說只有局部切除 就是那個腫瘤 比如說很小 他認為這可能沒有轉移的機會 因為甲狀腺切掉的時候 我們身體甲狀腺素會低下 所以說有的他假設是 只局部切除 他可能還有一些功能 那你自己的甲狀腺素 還可以製造一些甲狀腺 所以你可能吃藥 就不用吃到那麼多 所以說醫師會看見 他的臨床症狀 還會做一個切除的手術 那一般講 假設全切除切乾淨是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 界随時遇到一個好醫師 其實這種癌症事實上 第一個他鋪發率高 第一個是醫師技術很重要 他刮得乾不乾淨 很重要 還有個單是腫瘤大小 還有這個年齡等等 那事實上切完之後 才知道有沒有轉移 這才知道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其實這樣的一個技術 是要看醫師 當時手術時 他的決定 怎麼決定非常重要 是 遇到一個好的醫師 也很重要 所以紀維尼等於就是 做完手術之後 並沒有影響到你歌唱 剛開始有 有一段時間 它好像是沾黏 那個聲音沒辦法拉長 然後進入醫師 又要錄歌了 所以後來開完 到又繼續工作 對 要錄歌了 然後老師說 只要你有聲音 都有辦法幫你錄好 所以就降了一Key 對 降了一整Key這樣子 然後慢慢唱 我手就放在這個地方 它才有夠名 對 那變成如果需要唱現場的話 就會有一些困難度 如果是剛開完刀 我都唱對嘴 沒辦法唱現場 因為那個聲音都會卡著 醫生沒有建議你說 你要休息一段時間 醫生都有建議 但是合約是不可以建議的 所以變成你要把整個合約走完 對 所以還有幾年的合約當時 後來是我們簽八年 後面還有好幾年 因為你記不記得 我們另外一個很著名的女性 其實她也是甲狀腺癌的患者 就是呂秀蓮、呂副總統 她其實也是 她三十歲那一年健康檢查 發現她甲狀腺癌 然後她那時候切的時候 據說很好笑 他們切的時候 醫生也是跟他說 這個手術有可能會影響到聲帶 最嚴重甚至可能沒有辦法 發出聲音 但後來她沒有這個併發症 據說她沒有併發症 很多人都覺得真是太可惜 怎麼也沒有併發症呢 因為後來發現 她是一個女權運動者 講話很大聲 對 所以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她很幸運她沒有 可是其實她三十歲發現第一次 她三十六歲那一年 她不就是坐牢嗎 她坐牢 真的跟你的疲勞壓力 真的有關這個癌症 因為她去坐牢那一年 她復發了 所以她說她三十六歲那一年 又發現又開始有 所以你看她那麼極度的高壓 然後那麼勞累的工作 然後還剩剩的熬了兩年 我覺得妳真的運氣 是 妳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對 後來我就 也剩算運氣很好 我就停下來 就不再唱歌了 那一段時間我就一直休息 是 對 後來我印象當中是不是 也有觀眾或是妳的一些粉絲 會開始質疑說 那方紀維 她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不是當時有一些這樣的聲音 對 很多這樣的聲音 不過後來他們自己也中獎了 也跑來問我 她說 她的這個狀況怪怪的 我就說妳要看醫生 然後我就看看 因為醫生幫我診治是這樣 我說妳也吞個口水 我也促診一下 我說這裡有一個腫塊 還是要看醫生這樣子 然後他們去看醫生 醫生說 妳的狀況跟方紀維一樣 應該看一看就沒事了 他們都給她鼓勵了 是 但是我們知道說 如果得癌症的朋友 他其實會開始調整 自己的生活型態 是 飲食習慣 運動習慣 如果太疲累 壓力太大的話 可能就會做一些 生活型態上面的調整 是 你當時因為還有合約要旅行 所以你等於沒有辦法 去落實這一些 對 而且要吃假狀腺素 吃過多很亢奮 開始變少的時候 就像那個蠟燭熄掉 我就說怎麼辦 我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所以它變成說是 有精神跟沒精神 它那個狀態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有沒有可能 在演唱的時候 突然你就覺得沒電了 會 然後我就盡量讓自己放鬆 然後沒有壓力 不聽任何的聲音 因為一聽聲音 你情緒一來 就可能很快速就累了 一般我們知道 假裝腺抗靜或低下的時候 假裝腺抗靜 眼睛會比較凸嘛 對 那手會抖 會 可是為什麼癌症 它不會有這種狀況啊 就是顯露出外在的這一些 我們認為跟假裝腺疾病有關係 它並沒有顯露出來 對 所以假裝腺抗靜或假裝腺低下 實際上跟這個假腺癌 還可能是有相關性的 但是還是不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然是抗靜或低下對不對 這都是屬於一種疾病良性的東西 它並不是惡性 那抗靜的話 你就所謂會心悸嘛 對 蓬蓬跳 睡不好啦 手會這個輕微的蛋 眼睛會凸脖子會比較粗 會比較大等等 那這是抗靜 可是抗靜並不見得說一定是癌細胞的一個病變 那低下跟就位所說人就會沮喪 沒有力氣啊 或者人覺得很悲傷等等 那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 可是就是說 一旦你發現說有假裝腺抗靜 或是低下的民眾的時候 實際上你就要定期做這個 所謂的一個假裝腺檢查 因為他可能有機會變成假裝腺癌 所以說這定期檢查非常重要 那所以一般來講說 現在希望40歲以上的成人 他每年去做個健檢 那假診是高危險性的 比如說假裝腺 你又把本來有假裝腺問題 或有家族遺傳史的話 30歲應該就要開始檢查 會比較安心 30歲要開始檢查 因為他很難發現 到底什麼時候發生不知道 但因為對紀委來說 他18歲就碰到這樣的事情 是很年輕的 所以說這個疾病 其實癌症的東西 現在都越來越年輕化 那跟紀委所說 第一個就是很忙碌 性情很急 睡不好 整個壓力很大的時候 免疫力降低 因為我們知道人的身上 每個人都有一個所謂 癌症的這樣一個細胞 我們叫Uncle Jim 它是屬於一個潛伏的一個細胞 但得到一旦你的免疫力降低之後呢 它可以被活化出來 它就被激活出來 這激活出來是 在哪一個部位呢 不知道 那比如說有女孩子 她可能在甲狀腺 就變成甲狀腺癌 在胸部就變成乳癌 在其他地方就是其他癌症 所以說這個基因的問題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基本上 假使你要盡量不要有這些 不好的這些細胞病變的時候 真的是免疫力要增加 還有你不要太急 有人說個性很急的人 甚至說女強人 還有說很... 責任心很強的 責任心很強 還有不愛睡覺的 或是常熬夜的民眾 他們統計上真的比較容易 有一些不好的細胞病變 聽起來做新聞工作的 中了好幾個 可是我發現 我不知道這個講法對不對 因為剛剛蘇維提到一個東西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 你看像呂副仲 她是三十歲就發現了 像紀維甚至早到十八歲 就開始病變 或你的朋友 她可能二十幾歲 甚至寶媽那個時候 六年前發現 其實年紀也不算太大 也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些女性 在發現甲狀性癌的時候 通常年紀沒有很大 我就跟醫生說 因為以前 我們每次聽到其他的病 如果是很年輕 就得癌症的時候 她通常是惡性度比較高的 就來胸胸去胸胸 非常可怕 可是她說甲狀性這個癌 剛好跟其他癌 有一點點不一樣 她說通常如果 反而你是年輕得的 有時候愈後悦 比這些老年來的 才得甲狀性癌的 愈後悦還相對好一些的 所以不用因為擔心自己說 我很年輕就得 我是沒解 有時候這個時候得 你治療好 有時候反而比那種 比較老得的愈後 還好一些的 是 好 所以你開完刀之後 就要持續追蹤 對 持續追蹤 然後吃甲狀性素這樣子 是 然後再看看 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手會不會抖 每個醫生都先手看看 會不會抖 但是都不會抖 對 只是說有時候吃半顆 有時候要增加到一顆 所以開完刀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副作用嗎 沒有時間去注意到 自己的副作用 因為發生的事情 比我在生病 還多 因為生病還要去解決 好多法律的問題 然後這樣子 這是比較辛苦的 是 而且等於就是 你看完刀之後 你等於承受了 很大很大的一些壓力 因為包括你的合約 包括你面對的這些人事物 對 那你當時怎麼挨過來的 這樣的想法 我從來不知道自己紅過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 公司把我們的視聽關起來 你只能公司安排